李晨黑料糟粑,隐藏多年儿子曝光,网友范澄澄有伴了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a World。 随住事件的发生,多次登上了热搜榜,很多陈年往事都被网友翻了出来,没想到李晨还有一个隐藏多年的儿子。 李晨之前的负面新闻不少,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与张新宇之间的事情,张新宇是李晨的前女友范冰冰的好朋友,在范冰冰与李晨宣布恋情之后,三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,三人成了仇人。 李晨对张新宇更是毫不留情,完全不顾及往日的勤奋,经常在媒体面前开思张新宇,让很多的网友看不下去。 在今年的下半年,张新宇走进了婚姻的殿堂,成功打脸李晨。 李晨给观众们留下的印象,一直都是老实人的形象,很多的网友也相信李晨与范冰冰之间的感情,两人宣布恋情这么多年,感情一直非常稳定,也得到了外界的很多祝福。 但是李晨真的像印象中的那么老实吗?不少的网友对于这个问题产生了质疑,我们知道插刀门事件也与李晨有关系,因为这件事情,印小天的前途受到了影响。 李晨与印小天也是好友,那时候的印小天事业正处于上升的阶段,前途一片光明。 因为这件事情,外界对应小天妥操纷纷,也因此影响到了她的前途,这么多年之后,不少的网友为她感到可惜,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李晨,不知道对于这件事情,她有何感想。 随住范冰冰冰事件的发生,李晨也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,据知情人士爆料,两人将在明年2月份完婚,并且退出娱乐圈。 现在的李晨与范冰冰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光,当时的两人经常在媒体面前秀恩爱,现在为人处是相对低调。 不过外界不少的网友对于李晨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还是非常认同的,也增加了外界对李晨的好感。 现在的李晨已经由原来的人人羡慕,变得无人问津,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,很多的网友惊讶不已,其实李晨在与范冰冰相识之前,有过几段感情经历,关于儿子这件事完全就是一个误会。 我们知道李晨走红之后,曾经多次参加过综艺节目,在曾经的一次活动中,或思念与杜江的儿子亨,和李晨的关系非常好,对李晨也是非常依赖,那时的李晨非常受欢迎,于是辩认了亨未干儿子。 这让很多一同参加的嘉宾羡慕不已。